提出澄清 然後他就回答我 我以為他們只是祖宗 人們從祖宗 除了有議員以外 還有在地派出所所長 以及宮廟主委都在列 企鵝妹犯後輪流與大家合照 卻引發許多網友批評 認為企鵝妹變犯舉妹了 也讓她相當傻眼 認為網友反應過度 兄弟 你太好 跟他們一起吃飯 顯示你為政策支持他們 沒有 那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祖宗人 你能夠直播整個情況 祖宗人們邀請 企鵝妹同桌台南議員 及宮廟人士吃海鮮惹議 當事議員蔡麗卿也出面澄清 只是經地主質疑 希望讓企鵝妹留下好印象 企鵝妹也不知道我們是誰 那在用餐的過程中 因為她也在直播 所以我們是私下在聊天 盡量不去打擾她 根本沒有談到任何 有關政治的議題 議員強調引起網友 很多不必要的誤會 也覺得相當遺憾 熱心招待企鵝妹 沒有其他意圖 希望她的環島之旅 能夠感受台灣濃濃人情味 三線新聞高官先說 阿芒名台南採訪報道